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墙上的招生广告 原来他是一名舞蹈老师 此时水哥也发现了窗外大美 他友好的事业他进来 为了掩饰自己的花痴行为 还没谎称自己对舞蹈非常有兴趣 但是由于自己的能力有限 所以根本支付不起跳舞的费用 水哥大方地表示 可以不收取他的学费 只要每次来上课的时候 相目相助入自己的心意就好 而且衣服也不用担心 他可以穿上个学院留下的 不花一分钱就能跟男神学跳舞 这对阿美来说 简直就跟做梦一样 晚上 他立刻将这个好消息 分享给了闺蜜情子 情子立马就猜到 他看上的肯定是这屋的老师 这让阿美瞬间红了脸 接下来 阿美便跟着水哥学习跳舞 伴随着一朝一室 有板有眼的舞步 水哥腰间的铃铛 也不断发出清脆的声响 阿美深陷其中 渐渐被迷了心神 就这样日复一日 两人渐渐暗声倾诉 很快便确认了关系 这天 阿美向情子炫耀说 他已经成功拿下水哥 看着陷入爱情的阿美 情子突然发现 他仿佛消瘦了很多 脸色也十分憔悴 阿美却认为 也许是自己太沉溺跳舞的缘故 说完 他痴痴地看向和服 此时 他的耳边又响起了铃铛声 他像找冷魔般 捧着和服就要去找水哥 情子懵了 说着 这可是半夜 不等情子说完 阿美便冲出了门 无奈 他只好跟着追了出去 一路知道了舞蹈教室 情子瞬间耐住 阿美居然在空一人的屋子里跳着舞 而且时不时对着空气 叫着水哥的名字 看着墙上的广告 这分明早已废弃 另一边 随着阿美的呼唤 水哥也陷入身来 情子健壮 连忙冲进教室 拉起阿美就往外跑 为了让他冷静下来 情子直接把他安到水管家 这么一次节 阿美瞬间恢复了神志 而他 根本记不得刚才发生过什么 情子只好讲述了经过 并开始调查水哥 没想到 水哥早在1986年就死去 因为怀孕有出轨 所以他先杀自女友 后又选择自杀 阿美顿失慌了 自己竟被一个鬼缠上了 他们回到住处 情子不断地安抚阿美 忽然 房间的灯灭了 此时 铃铛声又响了起来 听到铃铛声 阿美又无法控制地 想去找水哥 情子拼命阻拦 谁知 瞬间被水哥放倒 他再次用铃铛声 魅惑起阿美 并质问他 难道 你也要背叛我吗 此时的阿美 已经完全听不到 情子的警告声 他扑进水哥怀里 影片的最后 水哥如愿地吸走了 阿美仅剩的精气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免费的 不一定就是好的 毕竟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这背后的 往往都是陷阱 好了 小水母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死舞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